2月28日,电影前学森在京首映 导演张建雅,携陈坤,张雨琪,吴玥,林永坚等众位主演盛装亮相 该片也是陈坤继建党委业后 再度尝试饰传记型人物 我觉得每个演员演一部传记性的人物这样的一个点 对于演员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大的考试的锻炼 对于我来说刚好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机会 它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你没有人说成功不演得好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就演得不好 那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提供尝试的话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投入进去试一次 也没有什么结果是一定要好和因应不好的 反正就是向他致敬并且努力的进入 虽然从外形上来看 陈坤的形象与钱老本人相去甚远 但特级造型的介入 还是让陈坤在表演中找到的自信 就每天呢就是我都极希望在那个塑形的过程里面 能够有更多的外形的方式 让我相信我我饰演的钱学生是我自己 因为有些时候我面对镜头 我虽然觉得我的形象是有一定的特色 但是我觉得要饰演像钱学生这样的一个形象 有很大的差距 那不仅仅是我可以从内在去塑造和催眠的方式 能够靠近这些角色的 索性我是很高兴连感的出现 连感的出现他的那个特效工作室的化妆帮忙 让我觉得好我可以做这个尝试 所以我觉得万幸的改变给了我很大的内在信息 片中陈坤和张雨琪饰演的钱学生与富人蒋英 一个有一段优雅的甘情弹奏片段 另一个则激情演唱的歌剧卡门 两人自然的表现 让媒体对陈坤和张雨琪这段表演的真实性充满了好奇 是 能跟我们讲解我们写这个歌剧的情况吗 呃 我因为知道这个角色他是本身一个歌剧演员了 然后翻看了一些歌剧的资料 呃 其实很突然那一天也没有人通知我 然后早上去来化妆的时候 我导演就冲进我的化妆间说 特别勤奋的当时我转在两眼放光的看着我 说一会儿你要用那个意大利的唱卡门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你看那个事情没有来过 人生中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意外就发生了 然后就是两个小时吧 我的时间我们就 因为要对狗行 毕竟它可以让你不出声 但是你毕竟也要把嘴型靠上去 然后在导演的这种强烈的逼迫下 我就发掘了我的才能 我就终于完成了歌剧演唱的这个片段 我发现我的潜力还是可以的 这不是那个我要说明我是纸对的没出声 所以他不知道我真正的水平 哼 特别好特别好 我也不太会弹琴嘛 对但是我们不要在我们第一天的发布会上 把我们那么多真实的东西都说出来 我们弘扬一下很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英文台词都是现场自己说的 哼哼娱乐北京报道